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敲定一个结婚对象将就着过一生 这样算计着而选择的婚姻 他觉得很无趣 曾经他也以为这辈子就是这样了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老人 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时在一个海湾边 老人大病出狱 在谈起婚姻的时候 他说 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你以为结婚就意味着蒸蒸吵吵吗 还是什么条件 财富吗 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 什么都不意味 婚姻啊 就是为了我午夜三点醒来的时候 我口渴 我伤口疼 我只要捅捅旁边 老太太就知道 我这个时候啊 要喝水 就这一口水 你说 多贵 如果没有几十年经营出来的婚姻 这个时候 我上哪儿要这口昂贵的水 说实话 我听到老人对婚姻的解释挺震惊的 午夜三点 你一个动作 对方就知道你伤口疼 你要喝水 于是忍受着巨大的咳睡 爬起来给你倒水 请问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做到 月薪上万的保姆 恐怕也做不到吧 这杯水又值多少钱 老人接着说 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就是找一个人 像两株小树一样拧在一起成长 然后你们结出的那个果实 才是最珍贵的 这样的果实 它绝对用任何东西交换不出来 它是一份你通过任何其他渠道 都不可能获得的信任 你年岁越大 这份信任就越值钱 越珍贵 所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是在漫长的岁月里 一起形成的默契和习惯 可能是知道你晚上会口渴 床头的一杯白开睡 床头的一杯白开睡 也可能知道是你怕冷 半夜为你盖的被子 这种日积月累的了解和懂得 无可替代 不是说换了一个人就可以重新来的 因为你在漫长的岁月中一起成长 彼此把自己打磨成了最适合对方的那个人 不可能再去习惯任何一个人 这是任何外在条件都比不了的 凌晨三点的一杯水 老去时候的相互陪伴 困难时候的相互支撑 这就是婚姻存在的意义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号楼一楼 每天都会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 她就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爷爷 叫郑寿云 每天雷打不动地来到这里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万达华在这里住院嘛 郑爷爷的老伴万奶奶 曾在这个医院住过院 后来因重病过世 五个多月过去了 她每天都去医院寻找妻子 护士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 下雨时淋湿了半边身子 拿着一把黑伞的她 天热时 那件白衬衫被汗水湿透的她 她每天都会在医院转一圈 找自己的老伴 没找到也不坚持 离开医院第二天再来 一和她讲老伴已经过世了 她就哇哇大哭 说不相信 饭也不吃 一起床就要去医院找老奶奶 邻居们也经常听到她的哭声 哇哇的 听起来够心疼的 医院也主动上门诊断过两次 得知郑爷爷的相似病源于二次海默症 而在她身上最具体的表现就是选择性记忆 我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住址 忘记了孩子们的联系方式 忘记了你已经过世的事实 唯独没有忘记你的性命 没有忘记去医院找你的路 没有忘记我爱你 五十六载婚姻生活 老伴心脏不好 郑爷爷一直让着他 到两口从未吵过架 老伴在世的时候 周一年过八旬的老爷子 每天早上去给老伴买早点 回到家就张罗着洗衣服 他始终留着老伴年轻时候 在手帕厂做手工时 带回来的手帕 院子里葡萄藤葱葱郁郁 老爷爷站在绿意盎然的葡萄藤下 思梦意地说了句 这是老奶奶在的时候种的 老来多健忘 唯不忘相似 说好的一辈子 却没想到你走在我的前头 罢了 就让我假装活在有你的世界吧 从青丝到白头 若没有刻骨铭心的爱 也就没有如今以往深情地吃 几十载的柴米油盐 足够让容颜老去 唯有爱是永恒 今年一月份 延安67岁的杨奎德老人 带妻子去西安看病 不慎走丢 火车站人太多 而他妻子又有智力障碍 一下子就被人群冲散了 心急如焚的老人 在火车站疯狂寻找妻子 因为妻子走丢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分钱 他担心他受冻挨饿 他跑遍了西安的所有派出所 每到一个地方 就留下一张寻人启事 和老伴的照片 每走一个店铺 就会停下来问问 有没有人见过自己的老伴 从二月到五月 从寒冬到初夏 杨奎德老人从没想过放弃 一说起老伴走失的细节 他就泣不成声 在他心里 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弄丢了老伴 他愧疚又悔恨 老人哭着说 四十多年的夫妻 两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 这个边说边抹眼泪的老人 无助地像一个孩子 带来的钱全部花光了 老人本来受伤的手臂 又开始浮重 他靠着别人给的三块两块 勉强能够过付 睡觉就在桥洞里 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 他寻奇的身影 遍布了大街小巷 无数次满怀着希望 无数次落空 他从不敢想象 老伴出意外 总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 他说自己会一直照 一直照 直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那么孤单落寞 可是他的信念 却是那么坚强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几十年的风雨同舟 我们都只是这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老两口 唯一的心愿就是牵着你的手一直到老 到生命的终结 可是你怎么就这么走丢了呢 余生漫漫 我一个人该怎么度过 我不羡慕街角拥吻的情侣 我只羡慕牵手散步的老人 婚姻是两个人用自己一生进行的修行 你们同甘苦共进退 携手向生活的各种艰难闲阻发起挑战 婚姻啊 归根结底是靠爱和经营 才能维持长久 年轻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被外在条件吸引 他长得好看 待出去才有面子 他身材高大 后代基因才会变强 他经济条件不错 今后的生活可以轻松一些 可是到了老了才知道 几十年的相知相伴 一起成长 共同经营婚姻 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懂得 才是最重要的 生活的苦难 让你们紧紧地凝成了一股绳 任何时候都可以互相扶持 共同抵抗 一起成长 婚姻的纽带不是孩子 不是金钱 而是精神的共同成长 在最无助和软弱的时候 在最沮丧和落魄的时候 有一个人托起你的下巴 扳持你的脊梁 命令你坚强 并陪伴你左右 共同承受命运 那时候你们之间的感情 除了爱 还有肝胆相照的意气 不离不弃的默契 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 如此才是婚姻最好的状态 好了 今晚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碎的千本 自掌不闷 相爱的时候总笑谈 爱情多简单 你走了以后 才算成头了心酸 我又多想 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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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眼 你最后那天 在我身边 那熟悉的脸 我又多想 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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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陪你几年 所有心愿 为你实现 抱着你 放弃 放弃 这世界 不要紧 nivel 로Bro 세상我精度 准备你 inclu论 你是想 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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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country Est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